好 话说呢 昨天方大同回到了母校 见到老同学也成为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少年的时光 对 找到老地方不容易 那同学和老师又会准备什么样的惊喜 等着我们的小方呢 快给我们的独家镜头来看一下吧 刚一走进校园 方大同当年的语文老师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把抱住大同 陈老师都几乎要热泪盈眶了 我想哦 你看你开心的 是开心啊 怎么不开心呢 你看那么小的 心得这么大 当年的班主任余老师因为腿脚不变 无法赶来学校 还是让方大同有些遗憾的 经过商量之后 我们决定亲自前往余老师家中拜访 而大同更是要求亲自买点水果礼物 孝敬老师 已经三四年没见过班主任了 方大同此刻是异常的兴奋 在买东西的间隙 看着我们的摄像大哥 机器扛得太辛苦 方大同还邀请他高科一手 小芳放松身心 只是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闪亮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鼻子粗又长 鼻子 哎 鼻子 我说摄像大哥 你在想啥 这歌是这么唱的吗 来来来 让一下 换咱们珍爱粉小记者登场 也许我太坏 把小虫拽下来 去还你的爱 真的 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非常迷恋他 但是没有想到随着我的长大以后 他已经就是 长老了 好了好了 快别闹了 小芳拜芳老师才是正经事 踢着大包小包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来到了方大通班主任余老师的家 那时候他还想卖 哇塞 好可爱啊 其实我觉得跟现在不太像 脸比较圆 你自己也只有自己给我的呀 95年的时候 真是跳得来没话 是全场轰动了 鼓掌声响得来不得了 虽然已经79岁的高龄 只要说起方大通 余老师还是中气十足 眼神中都是满满的骄傲 离开老师住所之后呢 方大通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去干嘛 吃好吃的 好吧 现在遍地都是吃货 小芳也是身在其中 据说那是小芳从小到大 最爱吃的上海菜 到底是哪个地方呢 想知道 千万别错过 明天约了新天地 谢谢你来